大家好,我是Stan 在霸凌争议之后 亲自与受害者见面并道歉的Pak Young 因重新与Pak Young完全体灾具而流下了眼泪 9月6号播放的KPS特西建极库的artist最后一集中 男团Pak Young时隔7年已完全体出现了 Pak Young成员们表示 因因极库的提议成员们才再次聚在一起 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待了这一刻 Pak Young在2020年被爆料校园霸凌争议后 承认了相关行为并亲自与受害者见面道歉了 时隔多年,他重新站上舞台表示 非常感谢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 感谢我的成员们,谢谢你们包容我 今后我只会展现出好的一面 说完后他不仅流泪 Pio立刻起身用手帕为Bak Young擦去眼泪 展现出身后的意气 当天Pio也表示 有一个好消息 明年我们会尝试一次回归 虽然还没和成员们讨论过 但大家可以多多期待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现在就算卷入霸凌事件 还是有不少艺人继续活动 导致有些人能回归 有些人却不能 这变得很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不应该留下这样的心恋 但偏偏却出现了不好的心恋 现在谁都能出来了 为什么女爱豆一旦卷入事件就被退团 甚至彻底退出演艺圈 而男爱豆却能被包容并继续活动 他们自己闯祸 他们自己互相在原谅 如果受害者已经选择了原谅 难道作为第三者的你们的原谅更有价值吗 所以对于成人霸凌的艺人 反省后回归演艺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21 BLACKPINK的音乐制作人Teddy 在自己的厂牌 都BLACKPINK首次推出的女团MEO 昨天9月6号公开了出道曲MEO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至少应该有一个人能让人眼前一亮 但整体看起来毫无冲击力 MV的制作费用好像花得太熟了 没有观赏的乐趣 让人感到无聊 本来是期待Teddy风格的歌 原来没有参与作曲啊 难怪音乐有点单调 看了那么多评论都是副评 还做好了洗礼准备 但实际上感觉还不错啊 而且他们都很漂亮 唱得也好 瑞也不错 舞也跳得很好 大家都很漂亮 歌唱实力也不错 但感觉形象跟Pavey Monster太相似了 猪大哥也有点弱 本来那些有潜力的新团 从出道曲开始就应该让人感受到某种冲击力 但这次好像缺乏那种感觉 歌还不错 MV也算是中规中矩 可能是因为孩子们还小 而且是新人吧 感觉有点拘谨 没有那种新人的声色 但也没有特别让人记住的成员 目前还看不出来 这感觉应该会很两极分化 但我超喜欢 孩子们的音色真的超好听 所以对于Teddy新女团 喵的兴趣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出道出中期 让大众对尤家庆古这个女团 印象深刻的三位成员 出演的你们的野铃 你和我都尤家 出演的无法都尤家吃炸酱面的尤家 Yuju的心疼直拍影片 老实说真的是因为Yuju 虽然也连也以综艺成员的身份活跃活动了 但Yuju因为那个影片收到了关注 歌曲也重新进入排阳榜 从此一路顺风顺水 不过那段影片真的让人心疼啊 从出道开始我就知道他们的歌曲和团体名称 当我第一次认识到成员个人 是通过那次摔倒的直拍 Onerbott Uly呢 因为那次摔倒的直拍 让尤雅庆国汉这首歌被世人所知 听过之后才发现这真是一首名曲 而尤雅庆国也因此成员了名团 出道初期真的能看出他们非常努力 无个人也记得那次两倍速的舞台 对这个当时也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总结一下就是 今天又是想念小女友们的一天 对这个是电话 对这个是电话 就是电话 ke s 对这个是电话 是电话 我们是电话 dass一段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